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很辛苦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的?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戴安娜 我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會繼續跟大家分享一些自然醫療的資訊 最新的發現 幫助你和你家人能夠認識到 多些安全又有效的自然醫療工具 能夠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ello,戴安娜,你好,大家好 你好,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的題目是 關心疾病,膽固純弱的真相 怎樣可以真正保護到我們自己呢? 是的,相信大家都明白 今次今日,頭號殺手 其實通常有兩種疾病在頭號殺手 癌症和心臟病 沒錯 你看一下,在美國 每年有100萬美國人死在心臟病 還有16萬人死在心臟病 這就是2022年的數據 最近的資料顯示 人家公開美國 因為我手上的資料是由美國的 有6400萬人 美國人曾經遭遇過不同的心血管的疾病 而其中3900萬人 是65歲或者以下的 越來越多人 20歲、30歲 已經死在心臟病 這個心臟病 我一般當是一種年紀大人的病 今時今日 我們已經看到 20歲、30歲 都會死在心臟病 在香港 其實我們都 時不時 在報紙上都聽到一些報道 有些年輕的小朋友 就在學校那裡 突然暴死 其實很多都是心臟病的問題 好了 我們面對這個問題 大家也看到 一般的醫學界的醫療人員 或者大眾的傳媒 通常都是說什麼呢 是說怎麼用降膽固醇的藥 希望人們多多講慣地應用 但是你知道過去幾十年來 醫生已經不斷地用這些 非常之王貴的 這些降膽固醇藥 給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 而心臟病和中風的死亡 是沒有什麼減低過的 所以問題在哪裡呢 很明顯 每個人都被人騙了 其實膽固醇 本身來說 是不會真正引致心臟病 或者中風的 為什麼呢 好了 我們就要開始解釋 到底這種這樣的心臟病 這些廣泛性的心臟病 那個根源呢 其實是真真正正的什麼呢 還有呢 其實我們真的有些什麼 可以有些什麼 簡單的營養方法呢 是可以大大減低你患心臟病的危機 通常我們很多這些所謂的專家的研究 我們會看到 其實這些所謂的膽固醇的水平高 只不過其中一個原因 和心血管病有關的 但是這個不是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那你也會發現到 其實很多時候這些所謂的專家的報道 如果你真正很仔細去看 其實專家所用的報道 其實本身都告訴你 膽固醇不是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但是很可惜 為什麼我們還要不斷地 叫人們吃一些很危險的膽固醇藥呢 那為什麼那些人還會吃呢 那最主要原因就是 嚇到醫生不斷地嚇到他們 傳媒不斷地嚇到他們 所以當一個人在恐懼狀態之後 很多人都沒有理性了 當然大部分人 包括所謂的醫學團體 和大眾傳媒 其實都沒有仔細去研究過 到底那個問題是哪裏的 好了 我想要首先和大家了解一下 到底那個血管硬化 Atherosclerosis 那個起源在哪裏呢 大部分人都會知道 血管硬化 都聽得多了 而那個膽固醇和血管硬化的理論 大概是在193年中開始的 但是呢 在之前呢 大概150年左右 其中在醫學界有一位 很出名的醫學 醫學者 叫做Dr. Rudolf Virchow V-I-R-C-H-O-W Rudolf Virchow 這個名字 這個人物 可能大家 在一般的傳媒 未必有機會去認識 但是這位 Dr. Rudolf Virchow 曾經寫了一本書 這本書呢 叫做細胞病理學 叫做Cellular Pathology 那他當時呢 這個是很久之前 是150年代 他已經開始呢 他說呢 血管硬化的 再早期呢 你會發現到什麼呢 發現到呢 動物血管內壁那裏 開始有些發炎的 那就是說呢 其實呢 血管硬化的起點呢 是血管開始發炎的 哦 好啦 那在1950年代呢 也都有其他那些研究人員呢 都發現呢 嚴重的血管發炎呢 是 是導致 那個 血管硬化的 再早期的 現象來的 那 那這個是歷史的真相 是 那但是為什麼這件事呢 沒有什麼被人說出來呢 那原因呢 在同時間呢 有另外一個概念走出來了 那就是說呢 同時間呢 有很多醫生呢 也都發現呢 在血管壁 即動物血管壁裏面呢 是他發現了膽補醇的 那也都發現呢 血管裏面呢 膽補醇呢 有時候呢 是會會升高的 是 那也都 就是 從那個 開始感覺呢 很可能呢 我們的食物的膽補醇呢 是一個原因來的 而這個學說呢 這種說法呢 就被大大地推揚了出去 而Vertraff說的那個 其實呢 是血管壁發炎呢 是真正的原因 是其中一個 另外一個解釋呢 是被人遺忘了的 那我只是說 啊 那個膽補醇 他裏面的膽補醇過高啊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情況出現呢 很明顯呢 他們不是說 沒有任何根據說這句話的 他們真的做過一些實驗的 那早期的實驗呢 就是用一些白兔 那他白兔呢 他發現白兔呢 好像人一樣 都可以成 血管都可以硬化的 那如果他們呢 你給一些 吃一些高膽補醇的食物給他們呢 那他們的膽補醇 血管壁的膽補醇 血管硬化很快出現的了 那我現在看看他呢 就當時這些這樣的研究是怎麼做呢 那當時呢 他就餵那些白兔呢 吃一些膽補醇的 那那些膽補醇呢 那些膽補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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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用一些融在某些油那裏的 那他就將那些膽補醇呢 就融在一些粟米油 那些膽補醇呢 那些油呢 是有一些所謂反式脂肪的油裏 那些膽補醇呢 那所以呢 然後呢 就將這些融在這些反式脂肪的膽補醇的 这些粟米油就喂给这些白兔 所以这些白兔很快就出现了血管足氧硬化 其中的研究用的份量差不多是人进食粟米油的一般份量 再加少许淡沫醇大概1% 这些白兔吃这些人的食物 白兔不是吃这些食物 白兔是吃蔬菜 但当时给那些反式脂肪里面溶的1%的蛋污醇 给这些白兔吃很快就出现了这些白兔 现在我们知道 苏米油和这些反式脂肪 这些所谓植物油 其实本身是会制造血管硬化 根本你不需要加任何的蛋污醇 这些油本身就已经做得到 很奇怪的这些所谓蛋污醇的研究 都是运用这些植物油 还有我们叫做局部氧化的植物油 是作为一种攜带物 蛋污醇都要用东西带入身体 其实是用这些植物油和反式脂肪去做的 你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所有动物都会出现血管硬化 今时今日我们的传媒 经常都叫做食物油 食物油 过去我们的传媒 医疗界的所谓专家和政府 在过去七十年来 都是叫人大量推药这些植物油 作为预防心脏病和中风 其实这个挺搞笑的 其实我们最近的研究发现 其实这些所谓植物油 就是对心脏有益的植物油 其实本身是制造血管硬化的食物 可以这么说 当你的身体里面有炎症的时候 这些油就会制造这些这样的炎症 而Dr. Virchow在185年来说 其实那个血管触氧硬化 退化其实的起因是里面的炎症 而这些这样的植物油 可以在某个程度上 是主要导致这些白兔出现血管硬化的主要形成因 但是很明显 当时做的研究人员根本都不明白这个 他以为他加的胆固纯1% 是导致血管硬化的 其实是植物油本身的 你会问为什么这些植物油会导致血管硬化呢 主要是我们叫做Poly Unsaturated 多样不饱和的脂肪 这些不饱和的脂肪 他们是很容易製造发炎和製造油尼基 其实在天然的粟米油里面 就是上天制造的自然的粟米油 其实它里面有维他命E 本身有维他命E 但是这个维他命E 就是会减轻或者预防这些油尼基的出现问题 但是很可惜 在我们的制造粟米油的过程里面 不知道为什么 它就把这些维他命E 是特别拔走的 嗯 好了 那么 我们会想一下 很多是轻化过的植物油 那当然了 今时今日我们都知道 这就是反食脂肪 香港最近的标签法里面 似乎开始明白到 反食脂肪是很危险的 所以很多食物的标签 都要求你列明有没有反食脂肪 还有有多少 反食脂肪是一般的植物 我们那些糕饼、面包 一般那些商业用的食物里面 其实都是很多这些反食脂肪 当然你买面包 或者买蛋撻 或者买那些 它不会要求你 是说明它里面的 反食脂肪的成分 但是呢 我们知道 反食脂肪是制造炎症 也可以是制造 是广泛性的血管炎化的 好了 其实它们是比那些 纯的植物油更差很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过去的研究 它们说的是 用过1%的胆固醇 是吧 加下去了 如果1%的胆固醇 都会造成这样的严重问题 其实食物里面的胆固醇 大部分都有些 很少 连1%都没有 即是说 其实任何食物 如果用1%的胆固醇 可以造成这样的问题 其实所有食物都会造成问题 但是呢 问题呢 其实呢 不关胆固醇的 根本上呢 是另外的原因 好了 那我们再看看 胆固醇的水平 和心脏病 和中风的危机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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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列一些数据 它说呢 如果 你的胆固醇 是高过260mg mg per dl mg per deciliter 是会增加你心脏病危机 是比较 只不过220mg per deciliter 水平的人 是高四倍的 即是260mg的人 是比较220mg 是高四倍的 好了 但是呢 有很多其他的 研究呢 就发现 这个是一种错的 的结论 好了 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件事实来的 过去十年里面 百分之五十 即一半的人 是有心脏病 的人 其实他是胆固醇 一点都没有高的 这个事实呢 其实不是很多人知道的 也很多时候都不告诉你 其实一半心脏病的人 是没有胆固醇 高这个问题 是正常的胆固醇 但是 为什么医生不告诉你呢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因 他们要用一些 所谓叫做 酱胆固醇 这个酱胆固醇 这个酱胆固醇 药的时候 可以这么说 是很多很多 赚很多很多钱 OK 好了 那 有一个 到底这些 酱胆固醇 的药 根本是 没有减低心脏病危机 或者心病死亡 一点都没有 在1995年的研究 他当时就将 11个大型的研究 是讲心脏病危机的研究 我叫meta-analysis 就是 几个大型的研究 是将其资料 是混合来 组合来 聊到体 那 看看 我们那些所谓叫做 non-secting cholesterol lowering medication 就是一种一类的 的胆固醇药 那 当时他用这种这样的药 即不是stecting 那类的抗胆固醇 他说 他不单止可以降低胆固醇 还可以提升 所谓保护性的高浓度的胆固醇 ok 一般的stecting 有一类的stecting 那个胆固醇药 是做不到这件事的 那现在这个的研究 就直接就是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降胆固醇药 他不单止可以压低胆固醇 还可以提升你的保护 那个高浓度的胆固醇 而结果发现 这个研究发现 根本用这些药 和减低的心脏危机 根本是没有任何关系 那即使有药 帮你降低胆固醇 甚至提升你的保护性的高浓度 胆固醇药 其实你的心脏病 那个死亡危机 你一点都没有减少 那即使可以看到 胆固醇高本身 不是导致心脏病 或者中风 ok 那这个他当时看几个研究 就是用那个stecting 是另外一种的抗胆固醇药 那他有三个主要研究 一个叫做Woscops W-O-S-C-O-P-S 一个研究 Woscops 和一个Care C-A-R-E 和一个Lipid Study 有三个主要研究 其中Woscops 那个大型研究 他没有包括任何人 如果本身有过去曾经有血管问题的病历 他不加包括的 而其他两个研究 也都包括一些人 本身已经有血管疾病 譬如曾经有心脏病發 或者中风 那这三个研究里面 人数也是差不多 以及那个研灵 也是差不多 他跟随了五年左右 ok 在这个研究里面 他用了一个药 叫做Pravastatin Pravastatin P-R-A-V-A-T-A-T-I-N 这一类的胆固醇药 同样用这个胆固醇药 奇怪得来 在这个中风死亡的研究 他发现 吃这些这样的 降胆固醇药的人 死亡是比没有吃的 那么搞笑 这些资料是真正的医学上的资料 就是看你怎么看 如果你详细的看到 你会发现 真相是完全不是 我们一般人所接收到的资讯 那当然 在这个发现 在那些文献里面 都没有怎么看 那么最重要的是 人的所谓低浓度胆固醇 其实是跟你冠心病危机 其实是没什么关系 一般人都会说 我们叫低 就是好的胆固醇 坏的胆固醇 你会发现 就是如果那个低浓度胆固醇 是有问题的话 那当然 如果是你那个低的浓度胆固醇 高 应该是个问题 会更加 就是那个中风危机更加高 在这个Wool Scott 这个研究里面 那些研究人员 LLDL是最低 第五层人是最高的 OK 那很奇怪的 结果呢 竟然间呢 那个LDL 那个最高的人呢 是 那个 结果呢 是 跟那个 低 胆固醇的水平的人呢 是没什么分别的 嗯 是吧 那其实这个解释到呢 你减低了 用那些药物呢 是减低了LDL 其实呢 是并没有保护一个人的心脏病 那个危机的 那就是 他五层人 由第一层和第五层 就是 根据他那个 所谓的 坏的胆固醇的水平 那照计来说呢 如果你的坏的胆固醇是 是高的时候呢 那你那组人呢 他的那个受益 是应该多些的 是吧 你降的胆固醇 被你降了 那结果发现呢 是没什么分别的 那就是说呢 你的坏的胆固醇高低呢 是和你这个 所谓的 心脏观心脏病危险呢 那是没关系 是 就算你拿药呢 是 硬硬 是压低了它之后呢 都没关系的 那很奇怪的 其实呢 这些研究人员 在这些文献里面呢 其实都承认这一点的 但是 今时今日呢 大部分的医生 都不知道这个结论的 那只要你看到 其实我们一般 很多时候 接收到的资讯呢 和我们科学上的 真正的文献那里呢 是有出入的 那也都有机会呢 我们当时的文献呢 是做错了些东西 那也导致呢 那也导致呢 有些这样的错误的结论 那 那 那 在这些研究人员都发现呢 有两组人 有就是 同一个 低浓度LDL的 打母唇的水平呢 那 那 那 它吃那些抗打母唇药呢 它是会减低这个风险的 那 那 其实呢 LDL 就是 HDL 所谓的好打母唇呢 或者那个生心油脂呢 那 似乎呢 没有影响那个危机的水平的 那 那 那 一般人整天都说呢 如果我们有高的坏的打母唇呢 是会导致那个三藏病 血管危机 那 其实呢 就发现呢 好像是 跟那个打母唇呢 就是那个危机呢 嗯 跟那个打母唇其实没什么关系 是 那 好了 那 那 昨天所说的这三个研究呢 这三个大型的研究呢 最最最最讽刺的地方就是说呢 他说呢 在这三个研究里面呢 膽固唇 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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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 包括我们所谓低浓度的膽固唇呢 是 是 的水平越高呢 反而呢 他们的心脏病 和中风呢 的危机呢 是越最低的 嗯 那 那 当时呢 有其他两个就是 Care Study 和Lip Study 那 因为Care Study 和Lip Study 包括那些实验的人呢 是包括已经患有病的 那当然呢 其实很多人呢 是在吃亚时不灵的 嗯 就是他本身有病了 那便吃些薄血药 那 而反而 Wuzco 那组人呢 是没有病的 那所以呢 吃亚时不灵的人 是少的 是2.9%而已 而其他是80% 那你知道亚时不灵呢 不单止会薄血呢 其实也会减低那个胆固唇 好了 那但是最后的结论发现呢 其实呢 是没有分别的 就是你没有吃亚时不灵 去减胆固唇 减薄血呢 其实呢 他那个 那个 那个死亡率呢 是完全是 就是没有因为你减了 而有任何的 的分别的 那我们都会 就是会 就是 以为 如果你那个 胆固唇 那个 那个 血管硬化 和那个 中风的人呢 应该是 不是在吃那些 那些 抗胆固唇药的 是吧 那结果呢 其实是 看不到这个现象出现 没什么 没什么分别的 反而呢 那个 中风率低那些 是Wuzco 那些人的 而这班人呢 是因为没有吃那些 任何的 的 胆固唇药 薄血药 阿斯巴林 而 Wuzco 这班人呢 其实呢 他那个 那个 平均的 中位性的LDL 胆固唇呢 是最高 那 和呢 中位性的 胆固唇呢 也是三 是最高的 就是这三个研究里面 他们是最高的 那 就是说呢 我们用 降胆固唇药呢 那个 保护 那个效应呢 和 那个 降低的 胆固唇呢 甚至乎 所谓那个 危险的 低浓度LDL呢 其实 似乎是 没什么关系的 那 最终这些 这几篇研究 那些 作者的 结论就说呢 其实呢 我们没有办法看到 食这些 Pravastatin 这种 降胆固唇药呢 是整体来说呢 有什么的益处 嗯 但是你知道了 既然这三个大研究的 结论都是说 食降胆固唇 没什么益处呢 那为什么那些人 还要在这 拼命去用呢 那 其实呢 他们也都看到一件事 这三个研究发言呢 他说呢 是整体来说呢 其实呢 是有20% 那个心脏病危机 减低了 是 但是这20% 那个原因在哪里呢 其实呢 原因不是和 胆固唇有关 原因是和 里面的 那个 发炎 血管发炎有关 哦 那就是说呢 真正的原因呢 是血管发炎 在1850年 Dr. Virchow 就提出那个理论 是正确理论 明白 就不是 因为胆固唇的 虽然 你吃那些 那些胆固唇药呢 整体来说呢 是减了一点的 但是那个问题 原因就不是因为 胆固唇降低 原因呢 是那个 那个发炎的问题了 原来是 所以呢 我们真真正的 要去处理呢 是个发炎的问题 就不是胆固唇高低的问题了 明白了 好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转头回来 继续 我们今天的题目 观心疾病 胆固唇药的真相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气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气 生命之源 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回到第二节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观心疾病 胆固唇药的真相 袁医生 照你刚才所说 真正的心脏病 但是和中风的原因 其实是不关胆固唇事的 原来是血管发炎的问题 是的 你可以看到 最近 人们开始是由这个角度 重新去看回那些 当时做的研究 发现 越来越多的资料 显示 问题就是血管发炎 是 就不是 那个胆固唇高低 那我曾经所提及 那个WUSCOP 这个大型的研究 那另外一次 就将他们再在 2002年 那有一个叫做 血管 血管眼化的血泉 和血管的生物学的一个 雜誌行物 2002年 那其实他就发现 有一种叫做CRP 叫做C Reactive Protein 反应蛋白 这样解释 那其实这个 通常就是 测量一个人 身体里面 那个 发炎的 那个程度 那 原来发现 在 当时做这个研究里面 如果那些 实验的人 如果他们 那个CRP C Reactive Protein 是高的时候 即是他一开始是高的时候 他们最终是 患心 患心脏病是越高的 OK 那 跟着呢 在这个 这种的 结论呢 是很多其他的研究 数以万计的人 都证实了 其实呢 是 那个指标 就是 那个 炎症的指标 就是 C Reactive Protein 是 那个 C反应蛋白 是 好了 另外一个研究 发现 另外一种的 炎症的指标 叫做 IL-6 interleukin-6 那 发现呢 这个也是一种 炎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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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子 来的 那 发现呢 如果这个 IL-6 interleukin-6 是高的时候呢 那些人呢 是比一些 没有IL-6 高的人 的心脏病 发现的机会是高的 是 那当然了 IL-6 是跟我们的 曾经所说的 CRP C Reactive Protein C反应蛋白呢 其实呢 是很大关系的 那 那 如果是 IL-6 另外一个 发现 因子的指标 高的时候呢 他心脏病发和中风机会呢 也都高的 那 也都发现呢 在燃机大的人呢 就会比较高的 好了 那 也都有一个研究呢 是专门 是研究一百岁的人呢 他发现呢 如果 他们那个 CRP interleukin-6 和另外一个 TNF Alpha 是另外一个 炎症的 因子呢 是高的呢 他们呢 那个 心脏病的机会 就会越高了 还有呢 他们那个 那个脑代 那个能力 智力呢 衰退呢 也都会越差 那 其实呢 很多老人家 那个 脑代退化呢 其实呢 都不是这样 血管闭塞 那么简单 是有没有这些 那个所谓 炎症 身体里面有没有 很多炎症 好了 那另外一个 研究呢 也都证实呢 我们 血管硬化 和发炎呢 就由哪裏呢 有一种药呢 叫做ACP inhibitor 这种这样的药 那 发炎呢 用这种药的人呢 是可以大量减低 那个血管硬化的 但是呢 他们没有减低 胆固醇 也都没有减低 三金油脂 也都没有减低 LDL的胆固醇 嗯 而Ace inhibitor呢 它只能做到 一样东西呢 就是呢 是令到我们的动物的 减低动物类 动物的发炎 是 那就是说呢 其实呢 那个血管发炎呢 是比胆固醇更重要 嗯 那我们也有时候 曾经也提及 吃那种药呢 其实呢 都会减低 这个危机 那其实呢 主要都是呢 原来很多的 酱胆固醇呢 在某个地步上呢 其实它都会少少 减低发炎的 是 那就是 就不是因为它们 减低了 那个 胆固醇的 水平的 那所以呢 这些这样的 所谓这些这样的 的药呢 其实可以减低发炎 可以减低 但是呢 问题呢 他们呢 亦都可以减低 那个CRP 那个水平 以及抑制 那个免疫 免疫的能力 那 所以呢 可能呢 有些人说呢 就是 为什么这些 吃这些 酱胆固醇药呢 是有 某少少程度呢 是有这些 这样的帮助呢 那 他们的结论就说呢 其实是 不是因为它 降股胆固醇 而是因为这些 降股胆固醇药呢 都是有少许减ymmici 減销燃的能力的 那样 那我们知道了 例如在美国的黑人里面 他们的心脏病挑战非常高的 和中风呢 都是很高的 但是呢 跟白人比较呢 这些 美国的黑人呢 非洲裔的美国人呢 他们通常呢 他们那个 胆固醇呢 三甘油脂呢 是比美国白人低的 而且他们所谓有高浓度的保护性高浓动的胆固醇 其实都比较高 而他们整体的胆固醇 美国黑人患心脏病中风比较低 但他们的胆固醇比美国白人更低 如果只是用胆固醇做的理论是真的话 中风和心脏病应该比美国白人低 但很明显他们是没有的 当然他们也在吃很多这样的胆固醇药 但其实都没有什么很明显的帮助 为什么美国黑人会有这个问题呢 我原来知道美国黑人的反应蛋白是非常高的 他们的胆固醇的抗拒也高的 还有他们的糖尿病率和高血压也很高的 原来我们发现他们里面有一种血脂蛋白 叫做LPA Lipoprotein A 他们是比美国白人高成两倍的 而这个LPA 这个血脂蛋白A 是一种特别的血脂蛋白 通常是和我们的血管硬化高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那整件事和胆固醇高低是没有关系的 明白 那Sectin对LPA是没有什么效益的 但是发现那些Sectin这种钢蛋冠上药 是会增加那个炎症 以及会加强那个血管的血泉这个问题 那大家都知道这个血泉是导致心脏病发和中风 而所有的炎症都是会增进血泉这个问题 那我听人说肚腩大 就是中央肥胖肚的脂肪多 是有高一点的风险有心脏病和中风的 那和发炎是不是有关系的呢 其实你问得很好 现在其实开始在我们的传媒都开始很讲 其实你一个人的整体肥胖的危机 其实最重要是你的肚腩肥不肥 就不是你整体肥不肥 所以现在着重点是丢回到腹部的脂肪 那到底这种讲法有什么的基础呢 曾经何时也有人开始想 会不会有些病毒啊 或者某些细菌啊 或者某些很特定病毒的物质 是导致我们血管壁发炎呢 导致我们血管硬化呢 那其实呢 我们发炎是腹部的脂肪 那些叫做内藏的脂肪 叫visual fat 即不是皮下脂肪 其实这些这样的肚腩的肠 那些肠满肠肥的肠呢 其实呢 在我们那个肠壁里面聚积的脂肪 就不是在我们那个皮肤那种 那这种这样的特别的脂肪 那个肥的细胞呢 原来呢 它们可以分辨一大串的 很强的发炎的化学物质的 嗯 譬如包括那个cytokine 包括那个C-reactive protein CRP 就是那个C反应蛋白 包括其他一些chemokines 和leptin leptin我们叫做瘦素 其实呢 原来呢 我们腸壮的脂肪 那个腸壮的脂肪呢 是会排出很多这些这样的 增进发炎的那些化学物质的 嗯 那好了 那结果呢 就会出现什么呢 是导致我们 出现我们的 我们叫做 胰倒素的抗拒 的抗拒 那慢慢导致二型的糖尿病 对吧 二型糖尿病 就是我们身体 胰倒素是不行 就是用不了 好了 那也都会导致高血压 也都会导致血管硬化的 OK 那现在我们今时今日呢 有一种我们叫做metabolic syndrome 就是新陳代謝的症候群呢 其实包括几样东西呢 包括血脂膏 等母唇膏 高血压 和那个糖尿的 是 其实这个呢 是一个新陳代謝的症候群 嗯 而那个背后呢 就是我们那个 身体有很多这些 发炎的化学物质出现了的 在美国来说 可以说有成九千五百万人呢 是有出现这些 这个胰倒数抗拒这个问题的 那而其中一千八百多万呢 是直接 只是糖尿病的 那而其中有 可以一千四百五十万呢 是 即是 早期的糖尿 还有呢 还有呢 有五千万的美国人呢 是高血压的 那还有呢 有成一亿三千八十万的美国人呢 是 体重过高 是 而其中呢 是六千二百万的美国人呢 所以说是痴肥的 嗯 数字很惊人 是的 那其实呢 这些所有这些问题呢 其实呢 都是跟我们那个 腸壮的肥胖呢 和那个发炎呢 是直接关系的 嗯 那即是呢 背后的真正真正的原因呢 就是 有些东西 比如在我们的腹部的 腸壮的脂肪呢 是 产生很多这些 发炎的化学物质 而导致呢 高血压啦 那个二型的糖尿啦 那个不正常的 那个脂肪啦 包括那个 那个LDL过高啦 坏的低浓度 蛋抹唇高啦 还有整体的 蛋抹唇高啦 嗯 还有呢 还有好的高浓度 蛋抹唇低啦 那 还有呢 睡眠窄息症啦 啊 还有呢 是那个血管硬化 那我们看到呢 我们 血脂 的 生根油脂 还有一个叫做 LDLSD LDLSD 就是说呢 我们不只是看那个 低浓度 那个蛋抹唇 还有一种 是更小一点的 更小一点的 叫做SD 这种的蛋抹唇呢 是跟我们那个血管硬化呢 是很大关系的 那 而这个呢 也是 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有 过量的 瘦素 就是说这种炎症 还有发炎的 Cythokine 在我们那个腸 那个 我们那个 腸脏的脂肪 是有关的 那这个 高的 瘦素呢 我们那个 瘦素呢 的水平呢 会制造这些 第二型的糖尿病 当然了 糖尿病呢 和我们的心脏病 中风的危机 是很大关系的 那所以呢 简单来说呢 这个 发炎 是主要导致血管硬化 而腹部的 大腸 腹部的脂肪呢 是主要是 製造发炎的原因 是 好了 那 我们看很多研究 我们表面 就常量一下 他们有没有 胆固唇高 那些 血脂高 但是呢 其实呢 他们没有看到一件事呢 他们 这三个研究里面 包括了 一万九千七百六十八的人 里面呢 他们呢 很多时候呢 是 体重过高的 这个 没有什么 很强调的 那 当然啦 不是肥胖的人 才有肚腩脂肪的 有很多时候 瘦的人呢 也都会有肚腩脂肪的 那所以我有一种 特别的方法呢 有一种ultrasound 的方法呢 就可以呢 是 辨别出来呢 就是 那个 我们的身体 那个肚腩脂肪 和我们的血管 那个问题的 所以有时候呢 有些瘦人呢 但是都大肚腩呢 都是一个危机来的 好了 好了 他这里的一个研究 其中一个研究呢 他跟了12年的研究呢 他发现呢 原来呢 是土腩的 腸壮的脂肪呢 和我们那个灌心病 那个危机呢 那个关系呢 是最大 是最大 好了 好了 那么 这个这样的资料呢 在 推 就是用所谓 降胆固醇的 这些药物 那个 那些 推药这些人呢 其实他就没有什么 怎么说这样东西的 他们只是呢 就说来说去呢 都是说灌心病疾病 和我们高胆固醇 也都没有说到其他一些 即是关系更大的原因来的 好了 那么其中一个 在Cobohagen 有一个男人的男性的研究 很多年前 他只是说呢 就强调了 三根油脂高 就和我们的心脏病发危机 是有直接关系的 但是呢 他们没有去看到 其实这些 三根油脂高的人 其中有个特征呢 他们是很少运动的 通常是比较肥胖的 还有呢 是比较 那个血压比较高的 也都很多是有 異形胆固醇的 那么 其实这些是关系重大的 而他只是说 三根油脂 就没有提及其他这方面 这样的 好了 所以这么说呢 其实呢 胆固醇高低 其实不是主要因素 是反而我们的 新陳代謝的破坏 因为我们长期的 慢性的发炎 是导致我们的 新陳代謝破坏 而导致不断的炎症 而导致我们的血管硬化呢 这个可以说是真正的原因 而这个程序 这种发炎呢 可以这么说呢 很多时候 在童年已经开始了 那我看到呢 有时在解剖的研究里面 有些小孩子呢 在差不多20岁的时候呢 就已经发现 有这个血管的炎症 最出名的就是在韩战的时候 很多年轻的美国的士兵呢 都在战场上伤亡 做过一些解剖的 就发现呢 原来这些20多岁的 美国的年轻士兵呢 已经血管 已经开始血管硬化 那就是说呢 这种炎症的 血管的 身体的炎症 血管的炎症呢 其实呢 是很早很早 已经是出现了的 就不是呢 是到后期才出现的 那 而很多的 那个血脂的 不沉上的血脂呢 就会增加我们那个血泉 会增加我们那个 游离肌呢 和我们那个 脂肪氧化 血管的脂肪氧化 它叫lipid properoxidation 在血管里面呢 那 还有呢 是低的HDL 还有高的 最重要的是 它有氧化了的 Oxidase的LDL 那这个其实呢 是反而是更重要的 是 到底身体呢 有没有这个 氧化了的 那个胆固醇 这个问题了 袁医生呀 照你刚才那样说 胆固醇 其实和血管硬化 好像没什么关系 其实呢 严格来说呢 就不可以这么说 其实那个问题就说呢 那个胆固醇 和血管硬化是有关系 但是关系不是我们所看到的关系 就是说呢 我们不应该呢 是一味呢 叫人呢 去降胆固醇 或者叫人呢 吃很多的药 去企图降胆固醇 因为他认为呢 他们的胆固醇呢 是过高的 那样 但是呢 是真正 而我们呢 就是 没有去面对 去真正导致血管硬化 的原因 而令到很多 就是数以百万计的人呢 其实可以用一些很简单的 营养的方法 来到真真正正呢 是预防这些这样的死亡 和那些创伤 是 其实我们很多很简单的营养方法呢 是可以 改善这个问题的 但是很可惜呢 在过去呢 在那个医疗界呢 也都很多时候呢 是故意做一些假的研究呢 是令到那些人呢 就是吓走那些人 就不要去用这个营养的方法去处理这个问题的 譬如其中有一个呢 是一万五千人的一个ARIC 一个研究 那他当时呢 他就研究呢 就问那些人呢 看看维他命呢 能不能够减低那个 那个心脏病发的危机 那其实他怎样做呢 那一研究人呢 就一问那些人呢 你们有没有吃维他命啊 但是他就没有问他 他怎样吃什么维他命 和怎么吃啊 和他分量多少啊 其实没有的 他只一问那些人呢 你有没有吃维他命啊 那结果呢 他做出来呢 结论呢 其实维他命没有帮助的 那接着呢 传媒呢 就大大说给人听 就是不要浪费时间 不要浪费时间吃维他命 那其实这个研究是很差的 有什么吃啊 那但是你怎么吃呢 吃多少是很重要的了 OK 那我们看到呢 其实最紧要最紧要呢 是你那个胆固醇呢 那个LDL胆固醇呢 有没有被氧化了的 那个关键是这些问题的 他说呢 如果你那个胆固醇呢 是没有被氧化了的时候呢 其实呢 你是不会有胆固醇 血管硬化这个问题的 不论你的胆固醇的水平是多高 OK 就是说呢 胆固醇呢 本身呢 是一定要氧化了之后呢 才会导致血管硬化的 OK 因为呢 是氧化了的低浓度的胆固醇呢 是能够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呢 是导致一连串的激烈的免疫的反应呢 那导致是发炎的 那所以那个关键呢 就不是只是胆固醇 是那个胆固醇有没有被氧化了 OK 跟着他们发现到呢 血管硬化 严重的血管硬化的人呢 跟着呢 是有心脏病或者中风的人呢 通常呢 他们的身体呢 是有一个很高水平的 氧化了的LDL 那个胆固醇了 OK 那也都有一个研究发现呢 如果你吃一些错的食物呢 是很容易呢 是加速这个问题的 那 什么叫做错的食物呢 就是高脂肪的食物 而这些高脂肪食物呢 是本身有很多一些 所谓氧化的脂肪呢 那这些的食物呢 是高脂肪的朋友 高氧化的脂肪的食物呢 很容易被我们的身体的血呢 是吸收了呢 是进而呢 是氧化我们身体的LDL的胆固醇了 所以关键呢 就是这里 那什么的物质呢 是会氧化我们身体的胆固醇呢 原来呢 我们所谓米加绿的油 这些是氧化了的油 例如包括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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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曾经说 有 有 现在有新的资料 他说 LDL本身呢 不是最大问题 有一种叫做 small dance version 这种低浓度的胆固醇 这个SD那种类型是很容易被氧化的 当这种氧化的LDL出现之后 我们的免疫系统就会袭击它 接着就会导致一连串的问题 我们通常以前也有一种说法 这些低浓度的胆固醇 因为它小所以很容易走入我们血管壁里面 然后我们的血管里面有一种白血球 叫做巨雀细胞 就将这些LDL的胆固醇吃掉 然后这些胆固醇就慢慢聚集我们身体里面的血管 其实这个是错的 他说除非我们的身体是有氧化的LDL 未氧化的LDL是不会进入我们细胞壁的 因为细胞迫你有一种细胞膜是保护住 是不会让它进入 但是呢 除了我直到这个ENDOFILIAL CELL 细胞不摸 细胞壁的时候 这些低浓度的胆固醇才可以进入 但是呢 如果这些低浓度的胆固醇本身是没有氧化 没有什么发生的 就是说呢 身体血管里面的所谓巨雀的白血球细胞 也都不会吞食这些脂肪的 除非它是氧化了 所以那个关键的时候呢 就是一定这个本身已经有氧化了的低浓度脂 的胆固醇 进入之后呢 这些巨雀细胞就会去吃掉它 好了 吃了之后呢 一连串的游离肌活动出现了 那就令到这个细胞本身死亡了 那跟着呢 死了之后呢 就一放出一连串的氧化了脂肪 进入我们那个血管壁 那这个呢 跟着呢 就是我们叫做 触发了一连串的反应呢 是导致我们血管硬化的 OK 好了 那到底我们血管所谓有没有血块呢 斑块呢 有没有杂质呢 在我们血管动物里面的聚绩下来的呢 其实呢 是 是视乎我们这个这个免疫的那个 那个反应有多强的 那当然呢 长期的的免疫的反应呢 会导致我们血管硬化呢 是更加严重的 好了 那我身体不是那么蠢的 我身体会尽量去保护它的 那我身体会怎样保护呢 那我身体会怎样保护呢 我就会用一种纤维 叫做fibris 即是拉来保护的 那这个拉越多呢 它那个那个 就是那个细胞 就是血管壁越厚呢 其实你的保护性越高的 那我们过去整天都说呢 你的血管呢 是这样的杂质呢 是失了了 那他也都说呢 他说呢 百分之八十的心脏病的人呢 都是出现在那些血管呢 是失了七成或者以上的失了 但我们发现呢 就算你的血管呢 是失了七成左右呢 其实呢都不会减低我们血的流量的 嗯 所以呢 其实背后的真正原因呢 其实是怎样呢 或者我们下一集呢 就会和大家再分享 好多谢了 袁医生今天的分享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和袁医生会训 打以下这个电话 25773798 多谢了袁医生 好 拜拜 拜拜